蔡总统结束中美洲友邦访问 紧接重头戏就是要过境加州 在台湾时间6号凌晨1点 会晤美国第三号人物 联邦众院议长麦卡锡 美方大阵仗迎接蔡总统 更罕见的和台湾方面 在同一时间向媒体宣布毁灭消息 引来国际关注 超过160名国际媒体记者申请采访 国际大力关注让蔡总统想低调都难 因为麦卡锡办公室 不只用台湾总统称呼蔡英文 还邀请众议院跨党派议员 共20人一同共襄胜举 美体连日关注蔡总统行称 白宫发言人只有不断重复一样的回答 希望淡化蔡总统访美的影响 但学者坦言中国仍免不了文攻武嚇 台湾总统史上第一次 在美国领土会晤国会议长 专家分析北京如何回应 将取决于整场会议是否公开 或有进一步刺激局势的对话 只是解放军威胁已经不是头一遭 能否影响美台关系强化 中国民运人士这么说 中共单方面的那个行动 其实已经无法阻止美台这个合作 往着正确的方向 新新闻林美姐 戴友人报道 立刻下载靖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 在美国领土会晤国会晨 真正在柔道一组